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冰哥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荔枝啊 现在有啊 福建那边的荔枝基本都上市了啊 我们广东这边都快尾声了 所以说今天再聊一下这个价格啊 一共有20个品种啊 首先的话先讲那个乌和荔枝吧 乌和荔枝 哇 大家都比较感兴趣 这个荔枝啊 目前的话价格像广西那边现在12块钱啊 地头价 咱们讲的都是地头价 就是在果颜的价格啊 不是零售 也不是批发啊 以防有些人误解 波利子的话 地头价是12块 然后那个黑夜像福建那边是1块6到3块多都有 然后那个蓝筹是2块2块左右啊 非纸销的话 他们那边是7块钱 然后那个纸粮洗是12块 然后在广西有些地方的贵位的话是蛮贵的啊 有些地方是15到20之间啊 然后那个义和包的话是2块到4块之间啊 然后那个鸡嘴定是7块钱 贵妃红的话是4块到6块5 领风诺的话是12到20块 然后那个硬山龙是18块 硬山红的话是比较坚挺的这个价格 然后那个金刚红诺的话是20块 也还算可以 然后先进凤的话是25到30啊 这个价格也是蛮不错的 前进凤有这个价格的话 所以目前的话广东 广西大部分也很多人都喜欢 啊 改接 嫁接这个先进凤 因为价格的话比较坚挺 然后那个草莓粒的话15块钱啊 也还算可以 凤山红灯笼是20块啊 也还算比较坚挺这个凤山红灯笼 广因利的话是30啊 已经降了一半了 前几天的话是60多 现在已经降到30 所以说也还算可以 宾利的话在广西那边是50块 也还算可以 如果有50块钱一轻的话 低头价这个价格也是蛮贵的 然后那个益金球的话是25块 说明这个益金球在广西那边也还算可以比较坚挺啊 它比那个金刚红诺啊 领风诺啊 价格还是要贵一点 但比光阴利的话要稍微低一点 然后那个星球密利的话30块 30块的话也还算啊 挺不错的 挺坚挺的 这个价格 大家看一下啊 目前的话大部分就是这样 他们的这些粒子价格啊 大部分的话新品种都是 蛮贵的啊 大家也知道新品种的话 啊 新品种的话还算不错了 然后那个糯米池啊 像桂蔚啊 啊 现在的话还是 是啊 没新品种这么价格高吧 反正的话 如果你管理的好还算ok 主要的话就是看大家咯啊 建议的话都是搞一些新品种 算了 比如大众化啊 大家名声比较好的 大家都知道了 就比如这个仙境风 大家也看到了 目前价格也是蛮算坚挺的 对 然后这个糯米池的话有些地方还是比较便宜的 大家也知道啊 归位也是有些地方也是很便宜 所以说啊 归位糯米池的话 如果你不想 不想搞这两个 你可以改一些新品种啊 主要就是跟大家聊一下 这些新品种的话 这些都可以选择啊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 欢迎下方评论 今天又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